Dukai察 參加比賽 例如是以前打球的時候 一定要有慣性 地獲得你一定要自己贏 那才可以代表學校爭光 還有你玩得比賽 就是玩得運動 例如持續一下 不知道該模式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參加學界 每年都有一個學界 就好像有一個目標 讓你繼續在這個運動裡面 玩得更加成熟和更加好 所以就一直有比賽 但是真的講選手類型 我記得大學第一年級 就有參加了一個 是Face Magazine搞的 考考考草 其實當時自己的想法就是 哇!一聽到這些名字 我自己是不好啦 又是靠樣子的 又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呢 我玩這個比賽 是因為我當時參加了Ocamp 在大學的一個Ocamp裡面 就突然之間 當時是司徒甲大 跟Mr.Honey 就進來選一些大學生參加的比賽 我是被選了的一個 之後有人就聯絡我 就說這個比賽 有很多東西 免費的訓練 然後你可以拍一些模特兒的照片 包裝得很好 然後我就說 真的那麼好? 那好吧 那不如玩一下 都試一下吧 進大學什麼都玩一下 然後就參加了 其實就是臨畢業前 都還是很專心打球的 但是就有些朋友就說 咦? 尤其是我同學同學那些 因為我讀 我的科 那些朋友就覺得 其實你都不很適合 你自己都不想做這一行 就是我是讀土務工程 那之後可能是做建築 或者做地盤那邊的工作 那些 那 他說你如果不想的話 你當然要做星儀 不如你去試一下玩一下 看看可能有出路呢 那我就參加了 我覺得有一個吸引力法則在這裡 就是自己小時候都很想 有機會可以上電視 或者可以 有機會 不知道是小時候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看電影的 那我如果有機會拍戲 拍戲都很好 就是想的 但是慢慢慢慢 有些機會來的時候去 就試一下 其實都說真的 就是參加《全民造星2》 都不會想到自己 會入到頭十啊 或者甚至乎有獎的嘛 你參加的時候 你都是想自在參與 那個過程 學到些什麼 那真是很幸運 有這樣的機會 急速入了學 其實 我覺得自己跳舞是可以的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有玩跳舞 還有我 離開了跳舞之後 我都有 偶爾也有出去上一下跳舞堂 因為我喜歡跳舞 但是唱歌上面就是 就是以前 以前就是 跟朋友唱一下K 跟著 在大學的時候 都有唱一下歌 就是 那些歌 那些朋友很喜歡在房間 一起唱一下歌 那樣又有唱一下歌 可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跟掌柚 可能跟掌柚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 不好意思 可能是的 老實說 一開始 是 會想 唉 真是 我會很容易把責任 放回自己 即是 既然自己忌不如人 那就 接受它 就還有怎樣去再 裝備自己 所以那段時候 是會有少少 容易多些不開心的 因為真的 剛剛開始 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我覺得 多不多人關注 是一件事 但是多人批評 這個時候 會自己放得比較大 就是很容易一些 不好的聲音 因為可能以前 身邊 都很少這些聲音 就是 未入行的時候 最多的朋友 說你的 說你的 衣著 說你的性格 但是 真的入行的時候 就會 很多不好的 會被人放得很大 那我就會把這些聲音 放得很大 自己就會很不開心 但是 慢慢去到 現在 即組成的Pixel之後 會覺得現在 有很多的 工作機會 而這些工作機會 都不是必然給我的 所以 現在就有一份 很珍惜 還有 很想繼續做好 每一件事的 那個決心 其實我覺得 要承受這個壓力 其實有兄弟 當然會舒服 但是 現在 很多事情 都是你自己一個去解決 我覺得 我當時 我記得 《造星》結束的時候 剛巧 碰到疫情最嚴重的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我是 不斷上課 有上演唱課 有上唱歌課 有上跳舞課 儘量把自己 在那段時間 可以裝備自己 就裝備自己 所以 就等自己 不要那麼多時間 去想些無謂的事情 還有 想辦法去進步 那段時間就是這樣 那段時間 都想 不要讓自己想那麼多 所以 就放很多 可以出去上課的時間 就拿出去上課 那段時間 這個問題 是有 講過的 大家 我記得當時的訪問 其實 不是說 很想去Solo 因為 本身自己看很多 韓團 或者看過很多 組合的事情 我很喜歡BTS 很喜歡God7 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做男團 整班人一起 去做一件事 圍著同一個目標 這樣會很好 因為我以前都是 團隊運動 我打手球 所以一群人的感覺 我是開心 我是喜歡 但是我有這樣想過 當時做Pixel的時候 我們是三個人 那我就會想 啊 但是在排舞上面 或者甚至乎 表演上面 三個人 是 差一份力量 或者不夠人 感覺會寡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始有想過 會不會可以多一點人 即未必是三個人 因為可能在 看韓國這樣 Blatpink都有四個 即是都會想 會不會有機會 多多一兩個 等跳舞的時候 要有多些圖案 是可以做到 所以那時候 是有一點 擔心過 但是後來慢慢 大家磨合 又會想 啊 怎麼可以三個人 盡力去做好那件事 就算 當那件事 不是你最想要的事 但你都可以 想辦法去做好它 無疑 大海男兒 是我們 第一個的重例 加第一次這樣拍節目 嗯 是會 令觀眾 認識多了我們 但是 是否我們的全部呢 就未必是 因為當時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嗯 很多東西都不懂 即是 可能說句話 都會說錯很多次 那有很多 嗯 很多 很多東西上面 那時候我會覺得很新 即很多東西都不 即現在都很新 但是那時候會好像 嗯 什麼都 什麼都不太認識 這樣 那所以 嗯 是會多了人認識的 但是 我們 其實一直都很想在舞台上面 那種認真 還有玩綜藝那種放 讓大家看到 那樣 開心的 即是 今次拍I swim 這個角色 或者我們 這一群人 的 的 無論是前幕後都好 是多了人關注這個劇 本身很開心 那也都有 你的講名氣 即有多了人認識 多了人追蹤 這些全部都是很開心的 拍這個劇 最得益的就是 游泳厲害了 哈哈 因為 我剛剛 嗯 拍這個劇的時候 我們要上 一系列的訓練 那我當時呢 我的那個角色頒獎 是要游兩個泳式的 分別就是 自由式 還有背泳 還有跳水 那以前常常都看人跳水 哇 好帥喔 那自己做不做到呢 那慢慢拍了這個劇 因為真的 跳了很多次 就是為了練習這個跳水 因為 這個鏡頭很多時候 是會一剔跳 看你跳下去的 那所以 練了跳水很多次 還有背泳 背泳是我的藥行 那現在就叫做 都游到 啊 我覺得 這件事是 跟現在做Pixel 有些相似的 就是那個模式 就是 在Pixel裡面 如果 如果 就是好像一開始 公司就在談 要不要一個隊長 那我就會 覺得 如果做Pixel的時候 我是一個隊長 就是公司說 想要一個隊長 我就說 好吧我去做 因為他們都一定推我去做 那 就會無疑地 很容易會 呃 很多東西都是我負責的 那但是我又不想 就是我不想可能 我當是很細微的事 可能就是 站在中間 排舞 唱歌部分 多一些 就是各方面 我又擔心會這樣 出現了 所以我就 很極力反對 我自己是在Pixel裡面做隊長 不過現在一出來 我發現有做一些訪問也好 見一些 可能 網上平台的Post也好 都說我的隊長 其實我已經澄清過很多次 我不是 我們是Balance的 對 三個是Balance的 照片是這樣 我喜歡拍劇 我都喜歡唱歌 對 兩樣東西是沒有阻礙的 我兩樣東西都喜歡的 但是 我覺得進不進屋 可能是看 那個劇 譬如我拍《明明之中》 我都拍了30集 但是可能都要看本身那個劇 多不多關注到的 可能之後有機會唱多一首歌 可能多些人認識都不同 都不定的 我覺得很難說 拍劇就會入屋 唱歌 沒有那麼入屋 我想嘗試一下不同角色 就是 可能 不同類型 我覺得 都不妨一試 說真的 可能《媽媽的神》的小子 那類型 我覺得 如果真的遇到一個這樣的劇本 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我們不是吵架 我們要以時論時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理性的對話 因為大家 脾氣都好 有試過 我們之前在訪問有說過 有試過一次就是 我們第一次見 Marco發脾氣 就是 Marco 去了Marco的火鍋店吃東西 然後叫了很多食物 我和Joss想著聊天沒有吃東西 然後他就突然生氣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叫了那麼多食物 你也不吃 我走了 我們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知道原來 你是這樣想 立刻不斷吃 對不起 對不起 其實我 我對這件事都是 怎麼說 都是低調的 因為剛剛出道 也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所以這段時間 真的一心放在事業上 我覺得今年是 一個更好的開始 就是我覺得不算是修成期 就是現在談這個修成期實在太早了 就是我真的入行剛剛是 頭那都是一兩年的時間 但是前陣子和一些前輩聊天 他就說 這個時候真的是你才是剛剛開始 就是你要記住自己是甚麼都沒有 就是我也是抱著這個心態 就是不要覺得拍了一兩個劇 或者做到一些角色 或者有人喜歡 就覺得自己 啊 我下次要接一個更好的角色 或者怎麼樣 那我就不是這麼想 我就覺得現在是一個好的開始 多了人認識 那希望之後有更加多 一個更好或者更加有進步空間的角色 給我發揮 如果在展望上面 我會希望 我希望之後可以有 多些Pixel和個人的作品 在音樂上面 因為當我們存得多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屬於我們的音樂會 因為現在其實 一直都跟公司聊天 可不可以有一個音樂會 但是無奈的就是 我們Pixel現在只有三首歌 自己也只有一首 多了四首歌 真是 要距離搞到一個音樂會 還有一些距離 我很想有一個音樂會 屬於Pixel 自己